最近时常白天大热天 晚上凉风吹 早晚有温差 中医师提醒 就是在这种时节 小心温差病 这个病俗称叫冷气病 中医以前把它叫做阴暑 就是中暑而相反 叫做阴暑 引发流米水打喷嚏 咳嗽气喘这些问题 有些人流汗流的没很顺 皮肤痒 医师说明感到疲倦 或全身酸痛也是症状 类型相当多 是因为人体遇上温差太大状况 难以适应 会产生不同不良反应 改善重点就是 加速血液循环 让体表温度不要降得太快 因此来杯姜茶会有帮助 但也要注意 同时有感冒就要避开 由于感冒是热症 可能导致病情加重 也能选择来碗葱白汤 其实在汉代 青葱的白色部分 就已经被拿来入药 葱白血鬼比较好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挥发剂 有一些挥发骨质 会让我们容易 比较容易汗出 假如不想食疗 还能透过多运动 启动自我调节机制 总之只要感觉身体不对劲 立刻理解原因 对症下药 能避免影响生活跟心灵 八大新闻您取如最新潮的报导